这是台南北门路 过去是著名的苏联街 最近这条路登上杂志了 日本男性时尚杂志 这一期4月号封面就是北门路 周边上有两个年轻仇男 还有满街的招牌跟机车 就是浓浓的台湾味 这日本杂志的台湾封面 被网友大赞是台湾之光 也有人说我台南我骄傲 不只Powby 日本腾之士近期出版的地方杂志那页 也大篇幅的介绍了台南几个知名景点跟美食 包括了蓝色图 安平古堡 赤坎楼 林百货还有奇美博物馆等等 还有几家人气小吃跟名店 对于台南再次出现日本杂志 市长黄伟哲说要更努力宣传 不管是对于一些地区的杂志 或者是针对一些少男或潮男的杂志 其实我觉得多方面曝光 全面曝光总是对台南是好事 对台湾也是好事 其实第一本日本杂志Bruders 台南国华街就在2017 2018 年年两年都被选为封灭 封底还印上感谢台湾几个字 看来台南古都不止美食吸引人 传统台湾风和老街再造的文创风格 心就融合出了它的独特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